冲启民生经济传出行政院初步规划发放振兴五倍券 上星期五隔回苏文昌邀请部会首长严厉 你要采取1000元换5000元的方案 预算规模初步匡列1100亿 各行业都可以使用 最快9月就会推出 而各部会的易放券、动词券 还有农优券等等也会加码优惠力度 疫情对民生经济影响重大 去年推出振兴三倍券促成千亿商机 现在疫情稍微趋缓 行政院打算再寄出五倍券 放大加成效应 隔回苏政昌上周五已经跟部会首长严商 领踩1000元换5000元方案 纸本跟数位券并行 各行业都可以使用 纾困跟振兴特别预算 剩下约1605亿元 振兴五倍券经费约1100亿 最快9月就会推出 如果你有这个钱的话 你出去买东西帮助一些 就是平常现在受疫情影响的人 我觉得很有帮助 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这些钱可以使用 如果没有的话举债的话 那政府有没有比较好的规划 因为你到最后也是债留子孙 这次的振兴券加码优惠力度 文化部的易放券客委会客装旅游券 体育署动资券到国旅补助 去年反应都不错将继续推出 而振兴券该怎么发 执政党自家人意见分歧 有人主张分次发放 但也有人主张民众不用逃出现金 就能直接领振兴券 减少群聚跟接触风险 我们也希望对外的说明要更清楚 为什么要让民众拿出一千元 来兑换五千元的振兴券 这个方案也好 师承也好 都还在讨论中 去年三倍券 选择值本的人约两千多万 占了九成 领取数位券一百八十一万 占不到一成 由于硬制成本快二十三亿 或许今年在数位环境成熟之下 选择数位券的人会比较多 要解决民众来免之急就判五倍券 达到点火效应 记者计则计则成台北报道